主持人 還有各位演講者 各位來賓 我今天非常高興 我看到的都是年輕的人來聽這個演講 事實上剛才主持人說 我是一個情流感的一個 所以我是情流感專家 事實上二十年前 我不曉得各位那時候可能還在讀小學或是幼稚園 那個時候二十年是口提議發生的時候 我天天也上電視 那時候大家說我口提議專家 事實上 各位今天事實上我是這樣子 我是這個 我的專長是這樣子 我是微生物免疫學還有受孕傳染病學 這個是我的專長 今天我們要講的 因為十五分鐘要讓我講 實在是非常緊張 事實上我們講的食安 食安有這麼多的一個生產的問題 跟加工還有微類 我們今天講的事實上就是一個 一個微生物病毒方面的一個問題 OK 這個就是所謂情流感 應該講是流行性感冒 它的病毒是這樣子 這個是用電子顯微性看的 電子顯微性看 才可以看到病毒的顆粒的形狀 那細菌是要用普通的顯微鏡 所以差了差不多一百倍 那這個電子顯微鏡看的樣子是這樣 那這個細菌跟這個病毒是不一樣的 細菌是可以在我們這個大地 我們手上都可以緩植可以活 OK 但是病毒是不可以 病毒一定要進入細胞裡面它才可以 今天我們講到禽流感 事實上就是家禽流行性感冒 那今天這個流行性感冒的病毒呢 有分成三種 有一種A型 A型就是可以感染人、禽、鳥、豬 還有這個馬啦 還有水裡面的動物也會感染 那有B型 B型是指感染人 還有C型就是感染人跟豬 那A型是最普遍的可以感染 這個是最重要的 事實上說 所以我們的那個流行性感冒的那個 那個疫苗 現在有 因為年輕人都不打疫苗 現在我們都會打 這個疫苗就包括A型 A型裡面的H1N1 還有H3N2 還有一個B型 還有包括這個B型 是這個流行性感冒的 OK 再來 OK 為什麼流行性感冒會那麼複雜 有些人根本不懂 什麼叫H 什麼叫N 什麼叫N 那很複雜 所以今天發生的到底是H5N2 或H5N6 大家不清楚 那因為就是問題就出在這裡 它的那個有兩種抗原 一種抗原叫HA 一種抗原叫NA 那人的抗原有123 N有123 這個很少 豬的抗原也是很少 123 但是禽流感是有1到16 N有1到9 你說禽流感可怕不可怕 剛才我們主持人講 事實上禽流感不可怕 但是如果你被感染到了 那你就可怕 對不對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你說車禍有沒有可怕 不可怕 我開車撞來撞去 但是你今天出車禍了 你就是可怕 OK 這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有這 情流感最主要是說 它有這麼多的 一個不同的抗原 那這個東西呢 這個是病毒的一個顆粒 它的那個DNA是RNA 它有兩種抗原 就HA跟NA 它這個裡面是它的核酸 那這個表面抗原呢 這兩個表面抗原是什麼意思呢 各位知道HA跟NA 這個東西呢 是好像兩把鑰匙 一個進去一個出來 那HA呢 是很重要的一個抗原 就是說這個病毒 會不會轉入 會不會跑進去人的細胞裡面 或積的細胞 或豬的細胞裡面 就靠這個HA的這種 這種叫做它的接受器 NA呢也是非常重要 它是看到你這個病毒 要啟動它的複製 那這個顆粒要 複製以後要跑到細胞裡面 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 H1NY或H5N6 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看 那這兩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它不同的這個HA 不同的N 都有不同的病原性 這兩個就是各位了解的 這個應該是這樣 那情急感事實上非常的 就是流感病毒啦 應該這樣講 它是非常的奇怪的 它有八段的基因 從這裡到這裡 但是病毒呢 是一般的病毒 就一或兩條的基因 但是它有八段的基因 八段的基因是怎麼樣呢 它進入了細胞 去還持的以後 它這個基因 一個病毒要把基因重組 那如果是到了一個細胞裡面 有兩種病毒在內裡的話 那它重組就會錯亂 所以它就會說 又有新的病毒產生 就是因為這樣 那平常一般的病毒 一條或兩條 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OK 那這個情流感 我們現在情流感說 高病原性跟低病原性 高病原性就是說 它對基因呢 可以殺死很 致死率可能90%或50% 那這個是叫高病原性 那低病原性就是說 它感染了這基壓 可是它的死亡率很低 但是它會感染 OK 這個所謂高低病原性的是 可以用基來感染 所以用四到八週零的基呢 把它用那個血管裡面 打進這個病毒 結果它如果八支裡面 有六支死亡 以上的話 那就高病原性 那另外可以檢驗 它的這個HA核酸的那個 系列有一種 碱性胺基酸 胺基酸它有分 碱性跟酸性 如果你這個切割位的時候 它的那個切割的 碱性胺基酸 是大於二的話呢 那我們就說是高病原性 但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像最近發生的這H5N6呢 都是六個碱基 所以是那個那個病原性 是非常高的 但有一個一個這個 現在最可怕的一個病毒 H7N9感染人的 它是低病原性 它是低病原性 它對肌的致死力呢 是非常低 但是對人的致死力 非常高 所以我們怕的實在是 這個不是現在的這個東西 OK 高病原性 這個農委會 他們有一個 黃檢基有一個 一個說法 他們在講說 有溫和的病原性 MPAA 這個東西呢 當然它是說 根據這個 這個臨床的症狀病毒的 這個核酸系列 跟這個 小肌的一個接種 那個指數 超過1.2 那你就是算高病原性 OK 好 那前流感這個症狀呢 事實上它是 借空氣傳染 事實上 空氣傳染病毒 不會在空氣裡面 病毒已經附著在 它的糞便 或者是 或空氣的那個 髒的東西 所以吸進去 我們的這個 這個 這個 肺部感染的 那它前流期非常短 可以 高病原性的話 它可以數小時 跟幾天 那症狀大概是這樣 就是 食育不 捲退嘛 就像 搶蛋 少啦 羽毛 蓬鬆啦 呼吸症狀啦 下痢啦 或者是發病死亡率 這樣增高 這個就是 禽流感的一個症狀 那我們今天 現在的 各位都聽到 我們這次H5N6 發生了以後 為什麼 進展七天 七天 並不是隨便亂講 也不是 七天是 各位小朋友 知道 數小時至三天 一個機場 如果感染到 譬如說 這個機場是 一千隻的雞 它感染到 有一個 症狀感病毒進來感染了 感染到 當然可能三隻四隻 它要到 整個發病的時候 可能要到兩天三天以後 才會有一千隻的 可能才會兩百隻 或三百隻感染到 那個時候 到了第四天 可能會有 一百隻死亡 那第一天第二天 第二天 可能不會 那跟第四天 可能會有一百隻死亡 那第五天 可能死亡很多 所以我們 禁載 禁運七天 在這個七天 在這個七天裡面 你的機場 都沒有移動 你的機 都沒有運出去 在你的機場裡面 停著 如果 你有感染到 情流感 的病毒 那你的機 一定會發病 你如果把它爆出來 那我們 這個防疫單位 把你的機 當地 再把它 庫沒掉 你的病毒 就不會 跑出去 如果今天沒有禁載 沒有禁運 那你發現到 你的一千隻的機 你差不多有 一百隻死掉了 你剩下九百隻 你就把它運出去了 要去屠載 因為我要減少損失 結果呢 它的糞便呢 隨著這個 車子呢 漂流在我們 環境 那我們的那個 那個 附近的機場 就乾了 所以呢 你禁載 一定要 這麼多天 那這個 這個那個 它的那個 七天 是最 最極限的 應該說 如果能夠十天 它更好 但是 我們為了衝擊 比較少 這樣 OK 情流感病毒的感染 對象呢 雞是最 最普遍被感染 雞感染 不管是什麼 情流感的毒 都會感染雞 但是呢 高病原性的 它就死亡率 非常非常高 那一般呢 鵝壓呢 事實上呢 鵝壓在過去 在過去的觀念裡面 鵝壓 感染到情流感的病毒 是不會死的 它是就 保毒 就帶毒 那現在我們的鴨子 為什麼 我們的鴨子 現在又 感染到 H5N2 感染到H5N6 為什麼 那因為我們監測 它可能沒有發病喔 也沒有那個 但是它有感染喔 所以現在我們的防疫單位 你要送出去屠宰 我就把你抽抽看 你裡面有沒有病毒 有感染 你這個 這個鴨腸就全部曝殺 那所以今天呢 這個 鵝壓呢 是有些病毒呢 是不會感染 是不會發病死的 鳥類大部分也是跟這一 差不多 都是保毒的 火鳥 所以再來 人的那個那個 人呢 這部分也會感染 像這兩個 這兩個禽流感病毒 那就很危險 死亡就是 死亡就非常 死亡率很高 那貓果這普魯酸 也是一樣 會有這種 這種感染 OK 這個問題 事實上牽涉到 各位最關心的 說 欸 有沒有禽流感 可以不會吃呢 蛋可以不會吃呢 事實上 禽流感的病毒 在糞便裡面 每一個一顆的糞便呢 可能含有到 一百一百萬或者到一兆 那其他的肌肉跟那個 非常低 那禽流感呢 事實上他溫度很 很低 他就可以死了 所以為什麼冬天禽流感 你看在 在冬天十五度 二十度這樣的天氣 才會有禽流感發生 在這個 夏天呢 老實講二十三度 他這個 糞便或感染病毒在外面 可能沒有幾 沒有幾分鐘 他就死 沒有幾小時他就死掉 OK 好 那我們看看 那這個 火鳥的遷徙 事實上 經過台灣的火鳥 到這個 分為兩個地方 一個是從中國福建過來 從韓國日本 那這次呢 這個H5N6呢 就是韓國日本 都在發生 那所以我們也得到了 那不知道這個 因為這個是在 最早是在中國 那這次呢 這個H5N6呢 那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從韓國來 日本來或是中國來 我們不太清楚 哦 這個是火鳥遷徙 所以整個的一個世界呢 整個都有 這個是一個H5N1的火鳥的遷徙的一個位置 你看這個H5N1呢 遷徙到整個世界都 國家都有感染 這個台灣的火鳥呢 從中國來 或是從韓國日本來 所以 他們這兩個地方 有情緒感受 我們每年都會受到這樣的一個 當然這個連火鳥呢 有存在 西伯利亞飛過來 OK 那火鳥停泥 最重要的地方是台南 宜蘭 有 事實上我們有整個 有九個 沼澤地 那我們鹽鳥學會 就在那個九個地方在監測 這次呢 就在東部的地方呢 就看到了那隻鴨 所以台南這個西伯呢 你看現在這次的 再 又講 那個 那個 那個火雞 就是在這個地方 還有嘉義 補補雞 這個東西 火鳥帶了毒進來 停在我們的這些 所謂的沼澤地方 並不是今天帶來明天就感染到我們家庭 可能要經過一個月 可能要經過 快的話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那這樣的一個一個 這個是很難去 去知道的 但是我們火鳥 都是在十一夜 咽壓過來 那 韓國日本 他們也是在 十一夜 十二夜那時候感染 OK 這個火鳥 我們看看 喔這個是最可怕的這個 綠頭壓 是帶這個 情流感病毒最多的 這次的 在地幅那裡發現的 很可能就是這一類的 所以如果說那個 它是H5 是高頻炎性的 又不檢基 但是呢 我們不曉得 它這一個 壁伏那個呢 是不是 H5N6呢 H5N2 還不曉得 但是H5N6的情況 應該是 不是很快 OK 那我現在是 跟各位講這個 整個情流感的感染 就是從 野鳥水 水禽 代毒到家禽 到人類 這樣的一個一個感染 OK 那我現在 最重要的 大家要有一個觀念 就是情流感呢 事實上有三種 會感染人 這個是不太重要 那就是H7跟H5 這兩個 各很重要 那情流感呢 是經過 經過 都是經過 像H7N9 經過鴨子 雞 蟲組過來 才感染人 是這樣的一個重組 所以 那個時候 因為基因的問題 這個H7呢 可以感染 最重要的是 這個H7N7 在荷蘭那邊有感染 比較重要的是 2013年 這個H7N9 在2013年的時候 就死掉 三十幾個 到了2017年的時候 已經有好幾百個人死掉 數千人感染 這個 這個在中國呢 中國這個地方 現在已經逼近台灣了 所以我們 這個情流感 事實上最可怕的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是非常可怕 我看喔 因為時間也不多 我就現在放幾個 給大家看 這個H7N9 沒有 這個HN1 這個是非常可怕 在三思 那個時候說 Oh Here is full is coming 但是事實上 為什麼沒有那麼嚴重呢 但事實上 全球 它只有六百多人感染 但是這樣死亡率也非常高 那全世界有六十個 加 H1N1 OK 現在H1N6來了 這個東西是 我們議題我們都知道 這個 這個病毒呢 最早是在2014年 四川的那個地方 49歲的孩子 一下來都有16個人感染 11個人死亡 那這個是我們台灣的情況 你看 日本 韓國中國台灣 這個東西 那個 那個事實上呢 這次的情感呢 大家看看就好 已經有三個地方了 政府方的 1 1 3 4 4個地方 所以政府呢 就開始 做了一個非常 重要的一個 一個那個 那個 我們看看這個 院長 那個還有 這個 局長 我這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在2015年的時候 A9N8進來 覆殺了 一千零四 這個 A9N6 就是十一場 應該是十二場 覆殺了五百多萬 現在這個是四萬 應該是四萬 四萬一千 一百零二支 他們 農委會 當時A9N8開會 開了七十幾次 結果呢 這中央的呢 那個時候 這個應該是 A9N6他就開了一次 然後 他停 停載 進載 進入七天 這個兩次 三天四千 那這個中央應變 九次 這個政策 完全不對 這個政策呢 所以今天把這個 好 我現在這個事情 我現在不再講 這個都是 韓國發生的這個 這個A9N6 也是在經過中國的 在經過重組來的 那你說 欸這可怕不可怕呢 事實上是可怕的 我是這個 我希望講給各位聽一下 A9N1 1996 1997 從香港 在中國 然後感染到 傳到六十幾個國家 A7N9 現在浙江 一直基線在中國 所以這個 有數千人 四百人 這個A9N6更可怕了 好 70% 現在 但是在日本 韓國沒有人感染 在台灣現在 現在也沒有這樣的一個人 台灣現在有的病毒 是有這個 H1N2 是非常久的 然後H1N8 H1N3 H1N2 H1N6 相當的麻煩 所以情流感 一多的話 它發生重組 如果在台灣重組 就非常危險 那我現在就是 跟著一般的那個 情流感的那個病毒 事實上 這個也跟有一個接受器 我們人是2.6 2.3 所以一般情流感病毒 總是不會感染人的 那為什麼 平常我們人感染到這個 流感呢 不是很嚴重 那感染到H1N8 怎麼死 因為很容易 就擴散 一下就知道 那這個東西呢 就比較 比較麻煩 OK 我看這個東西呢 這個 武藥 要洗手 不要去接觸 勤勤那個 東西 這個應該 肌肉 蛋 這方面 那我現在也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像西班牙流感 這也不是從 從情流感的病毒來的 四千多萬第一次 五七年數百萬 香港 有數十萬 墨西哥這個是租流感 有一萬多人死 為什麼會漸漸少 因為醫學的那個 醫學的那個發展 並不是說他們的獨立不行 比較小 不是 因為我們的醫學 這個是西班牙 OK 都是從這個來的 OK 這個死亡率 就很可怕囉 這個 一般的注意感 那個時候是 0.02 美國季節性的 0.12 這個 這個 2013的時候 是24點多 但是現在就增加到 59點多 SARS的時候 那個時候 10%大家都嚇死 那情流感現在有HCN9的話 那不是 五十幾點 59點多 大概不是嚇死 就是那個 杜拜的那個 也非常浮卡 非常 OK 我是跟各位 這幾個 這是一個 馬克杜瑞講的 假如你說實話 實話的話 你就不要去 你心裡就沒有什麼 人家怎麼樣都沒有關係 但是他說 這個是 你們各位年輕人 非常重要 這一定要講一下 這個 一定跟你的家人 朋友 跟朋友 一定要 要有一個好的 那個 你的工作才會順利 你的生活才會快樂 OK 這是非常重要的 他對人這次講 這 PASPI也講 他是說 The time is operation 這個是非常短的 但是你喔 如果虛度這個 那就是太長了 所以你活著說 也要講真話 這是這些人 那這個是我常常在演講的時候 對這個年輕人 就講說 你必須要 搞我怕 不是我怕 一定要死 然後這樣你就會來 那這個也很重要 你們現在年輕人 好 謝謝 很抱歉 可能 耽誤了 有點時間太急了 OK 謝謝 謝謝